顧全大局為由傅昆其不爭立院龍頭 但被認為孔氏已盡為退 瞄準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 我二十幾年前就做過國會總召 而且當時我帶領的這個黨團 無意不予然後每一帳必勝 大概老柯是最怕我的 直言大黨邊已經當過 現在傾聽小草的聲音才是心中理想 不過自豪曾和柯建民抗衡 似乎和22號朱立倫在黨中央說的 新柯立委多可以徵詢熟悉意識規則的傅昆其 對付民進黨萬年總召柯建民相呼應 但戰鬥藍城原資深立委賴士堡早就表態 以大局為重 這跟總召的選舉是兩件事 沒有說這個黨中央暗示要支持誰 全力以赴 我明天一定會去登記 資深制度常常是很重要的考量 賴委員形象也很好 黨團總召的分量也很重要 不只賴士堡曾和朱立倫立挺擔任黨副秘書長的 李彥秀也領表表達意願 戰鬥藍精神領袖趙熟康高調替賴士堡背書 總召之爭檯面上看似資深對決青壯派 檯面下卻被認為是朱趙征主導權 柯建民擅長運作意識攻防 二零一四年麻政府監察院人士 民進黨四十席國民黨六十四席立委以小博大 讓監察委員落馬十一個被提名人 面對藍營嘲諷萬年總召他鬆口這件做完 因為退休 不介入藍營紛擾 國民黨三十號將投票選出總召 但怎麼協調又是另一個難題 三雄你感覺我們宣傳台報道